昨天的餐訪行程後 晚上在飯店旁 舉辦慈悲詩時 在斯里蘭卡的每一天 為了利益當地友情 師父都帶領大眾 準備豐盛的飲食 享驗各地因戰爭 災難 意外 病苦往生的眾生 並且以佛號 經咒 甘露加持 並且超脫苦倫 在佛經有個故事 穆建蓮尊者有一天 隔天有大法會 他要回到金色 結果路邊看到有五百個鬼 在那邊哭哭啼啼的 很傷心 怎麼會這樣呢? 等一下問佛陀 然後繼續往前面走 快到金色 又看到五百個鬼唱歌跳舞 很高興 奇怪 為什麼那些鬼傷心 哭 這邊的鬼才快樂呢? 等他見到佛陀的時候 他就問佛陀 佛啊 為什麼呢? 那佛陀就回答了 他說前面那哭的五百鬼啊 因為他們的子孫不懂的佛法 明天要為他們殺羊啊 祭神啊 那他們會墮落更深的痛苦跟地獄裡面 所以他們在哭啊 然後呢 在前面那五百個這麼快樂的鬼 他們的子孫是信佛的啊 他們明天要到金色來供佛 摘身受保觀摘戒 那這五百個鬼明天有些甚至會升天啊 會很大的福報 所以他們很快樂啊 所以我想 就像我們要來 這批人要來斯里蘭卡啦 這邊的眾生快不快樂啊 哎呀 等各位來大作功德啊 那就像我們今天去 去 去超市 哇 這邊買啊 那些那些子孫都在看啊 這批人瘋了啊 全部麵包都掃走啊 食物都掃走啊 他們要做什麼 連導遊都一直問我 你們在幹什麼啊 因為他們在斯里蘭卡 南傳佛教 基本上沒有在超度的 南傳佛教中的是個人解脫 再來就是有原詞 就把自己的功德 回向給父母祖先這樣 回向 但是大乘佛教呢 了解鬼道需要什麼 地獄道怎麼辦 畜生道要怎麼辦 所以我們來這邊 動物要替他放生 然後鬼道啊 被殺的要超度 地獄道啊打開啊 回向 對人類呢 要供養布施等等 回向天道啊 修羅道 所以 這就是大乘佛教 殊勝的地方 所以我們明天 供佛宅生 供養一千兩百位 出家人夾殺 供養 啊 放生 救牛等等 都要回向給這些 父母祖先 所以 他們很快樂 特別是 斯里蘭卡當地 沒有超度 往生者的法門 因此 行程當中 所做的一切 事實 要供 都有著 極大的影響 不但對亡靈的利益 不可思議 更藉由法會的因緣 將此殊聖法門 傳遞給有緣參與的當地人 麻煩義工菩薩把米也打開啊 等下下屍大家手上抓一把米啊 還有一些食物 就準備要去開始下屍 百千萬劫難遭遇啊 他們在這邊等各位等了幾百年哦 終於有人要布施給他們了 因為餓鬼道有的是時間啊 最短的壽命一百七十萬年 沒得吃沒得喝 永遠在病苦 乃至沒衣服的階段 但是我們 對他們做大布施 二十九頁 觀想自己變觀世音菩薩 身形廣大片岔土比地球還大 你每一個毛細孔出現了 無限的功德要布施給他們 要衣服給衣服 要藥 要食物 要甘露 所以把眾生 當作是自己的父母 最親愛的 對他做大布施 所以現在念嗡啊哄 哄的時候胸口發出聲音啊 把麻八萬毛細孔 把你的功德 一切要布施的都灑出去 來 嗡啊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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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秦言深藤 熏香似意 大樂甘露滿虛空 少妙法味 飲食充足 滋潤身心 勇離邪行 利益友情 離諸部位 身口異常清淨 愿一切友情 皆得同享功德 无病离苦 随愿升天升净土 扶持参与者 自他增益不惠 所求如意 修行顺利 承办各种事业 我们在斯尼兰卡 耶 I sing for spring In awe of spirit To expel coldness And sadness of the past Look forward I will lead you If you're confused Listen to the song 灿烂的太阳 高挂在天空 普照大地 大众来到位于恩比利 匹弟爷的大菩提学会 寺院中穿着 象征圣洁的白衣居室 手持鲜花 夹到欢迎 由热闹的武师 换罗西谷的为大众领路 今天将参与盛大的共签森法会 以及因为海涛法师 对佛教弘扬的特殊贡献 而搬与学位的仪式 纯白的衣衫在黄色大地上掀起浅浅的波浪 锣鼓喧天 迎亲这已充满节奏的鼓声和脚步座位牵道 新元前三世纪 印度阿育王广宏佛教 派遣子女亲自将佛法 佛舍利及圣菩提树奔支 送来西兰 佛法遂大兴于此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金黄色的散盖 在蓝天下以礼成一条耀眼的光芒 散盖下千位僧人 缓步到来 慈悲应供 让信众们有机会种福田 直上根 中文字幕提供 香港,Malaysia,Indonesia,Singapore,Siello Rattavali,Pemini MeiHitaVarDāyakaDāyikaAvanApiAashiruVadapooruKoPiliGano AdaiAvastāveDahasakBikshuNahanselaVadainnaVaA AitiHāsikaMohotakMeiAvastāveApiVisheshGavuroUpaHāryaKpudanaVa GarutaraHaitauSwSwamiNahansela GarutaraHaitu Nahatavan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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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海淘法师长期在世界各地布施、共僧、救护生命、弘扬佛法 因此特别由斯里兰卡僧王授予荣誉学位 GarutaraHaitu Nahatavani Go Shailuru 监問 Nahatavani GarutaraHaitu Nahu GarutaraHaitu Nahatavani A Kh twitter Nahatavani GHAян Go call Nahatavani 在下面的音乐中, 我们有些人都在这里, 跟我们一样的音乐。 师父也赞叹斯里兰卡保留了 伯托时代对三宝恭敬的盛况 即感谢斯里兰卡协助救牛等殊胜善行 首先感谢我们中贵的 苏比达大法师的慈悲 让我们来到斯里兰卡 看到佛陀时代的现象 这么尊贵的法师 这么安详的国家 佛陀的教法就是爱心 慈悲心 我想不分国家都可以展现出来 所以各位今天来到法会现场 看到这么多就像佛陀时代的长老 比丘跟虔诚的护法 让我们大家真实都回到佛陀的时代了 所以在这边我也要祈求 我们斯里兰卡的中贵的法师 为这个世界不断的在祈求 因为斯里兰卡是世界上最有福报的国家 因为读书不要钱 医院不要钱 这边的出家人 各个这么庄严 所以愿此地的大法师慈悲 都回向给世界各地 没有佛法的国家 更要感谢我们苏比达法师的慈悲 让我们前前后后 已经在斯里兰卡救了五千多条的牛 也可以说斯里兰卡是全世界救牛 保护牛最好的国家 所以昨天我有跟我们苏比达法师说 斯里兰卡的佛教 不应该只有在斯里兰卡 应该在国际 也愿斯里兰卡的法师 学中文 学英文 学拉丁文 把佛教传播在全世界 现在的世界 虽然有些人很有钱 物质科学很进步 但是他们的心灵都很空虚 如果他们来到斯里兰卡 他们就可以找到幸福 找到快乐 因为他们来到斯里兰卡 就可以看到 这么多位 脸都像释迦牟尼佛的法师 他们如果来到斯里兰卡 就可以看到眼睛 最像佛陀的老百姓小朋友 跟着眼睛很漂亮 很微笑 但是很可惜 大部分他们都呆在斯里兰卡 不像我们苏比达法师 会到全世界 去把佛教弘扬 所以 愿我们 斯里兰卡尊贵的法师 为众生 都学中文 都学英文 多到世界各地 谢谢 谢谢你 大法师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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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后 大众欢喜 供养在座森众 在大萨 蓁尼钱子 所说经中说 供养出家人饮食 衣服 所得福报包含了能消灭自己的无名 且为自己开启了善道之门 灭除几身烦恼等等无量福德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多年来海涛法师持续在世界各地 扩展救护生命 护养生命的慈悲职业 至今 在斯里兰卡已救护了超过六千头牛 其中 一些牛只因为身体衰弱 为了保护照顾 因此设立了护生园区 沿着僻静的黄土小路 在一处天色映照的湖泊边 牛群不怕生的大旦人们递来的草粮和水果 这个地方可以说是全世界牛最快乐的地方了 我们在缅甸 台湾 印度 尼泊尔 都有在做护生园区 特别牛的 但是我今天来看这边是最快乐 最自由了 但是有一个问题 就是缺草 因为种不起来 我们在台湾租了很多土地 种了很多草 但这边 没办法种起来 所以刚刚我也问到法师 他说 一年有六个月要买草 一年六个月买草 然后每一天买草是两千五百块这边的钱 大概二十块美金 所以我就长话短说 所以现在要大家帮忙的是 每个一年六个月买草的钱 还有他们这边工人照顾的钱 还有有时候牛生病看医生的钱 所以这也是一个功德 那一般的老牛都送到这边 也生病了 然后那些能够做事的 他们我们就送给了贫穷人 刚刚我们进来这个区 还是算贫穷的地方 所以大家把握时间 要做功德了 一天二十块美金 一个月叫多少 六百块 对不对 都可以 我们出多少 算多少 就买草的钱 帮助医生的钱 等等 帮助护生员运作的钱 不过这边也要感谢斯里兰卡的政府 提供这种地方 法师的威德力 才有办法 让我们在这边种福田 种福田 帮助这些牛 这是新加坡慈悲生命协会 护持五千美元 吃牛肉了 赶快过来 现在我们要用医生炒 来偿还 这边的牛比较温柔 各位来这几天 有没有觉得斯里兰卡人比较温柔 不吵架的 不吵架的 不骂人的 放生就是给悟命众生一个机会 一个重获自由 重拾生机的机会 一个皈依三宝 听闻念佛的机会 千万不要因为任何的毁谤阻扰 让受苦受难的悟命 一点机会都没有 这一次出来 我们至少要救四百只牛 事实上故事的超过这个了 但是因为我们救牛 每个月有一次两次的活动 一次都至少一百只 如果不断地延续 最好了 所以我们不断地救 因为在斯里兰卡 没办法 虽然佛教徒不杀牛 但是悔教徒要生活 杀牛是他们的工作 婆罗门教徒杀羊是他们的工作 就像我们华人吃猪肉 是我们的生活一样 但是无论如何 能够救多少就救多少 刚刚我们合起来故事 合起来算是美金 一万九千两百四十四元 护持这个护生园 随行大众发行护持护生园 需用的草粮近两万美元 随后进行慈悲的上供下施和药供 愿这边的水神 山神 树木神 所有动物 还是往生的动物 都能够归一三宝 如果这个世界所有的人都归一三宝 那动物就快乐了 所以愿这个世界的所有生命 特别是人类都能够归一三宝 所以也希望这些护法善神 归一三宝 护持 请请十方法界当成就 未成就之一切众生 归佛 归法 归生 请请十方法界当成就 随着庄严的仪柜 大众亲近慈悲的发心 点亮了天空 护身善行 隆天欢喜 苍穹开着一朵朵 享瑞金灿的金莲 斑斓的云朵 吃满了天幕 金色的光束 投射下来 所有的景物都染上了一层 瑰丽的光彩 此时 天际又出现一道 云云浅效的泥彩湾红 不可言语的伐喜 萦绕天地间 各位来到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是世界最美的 对不对啊 因为慈悲就是最美的 心中充满爱 就是最美的 所以愿大家天天如此好不好啊 一切随缘天天如此 不要被境界影响了 离世前师傅宫 peu 一起種植一棵菩提樹 紀念這個因護身 是十善行 而天地成像的一天 是十善行 是十善行 在那天 I still remember 那夏天 在那夏天 那天 我們 遇到 那天 是十善行 海淘慈悲基金會 散播慈悲精神 照亮社會角落 社會的每一個角落 富幼 年長者 身心障礙者等 都需要被關懷 海淘法師 於2019年 成立海淘慈悲基金會 秉持佛陀洪化社會 利益眾生的慈悲心 積極關懷社會 同時致力於社會進化的工作 監獄關懷 校園講座等 慈悲是佛道之根本 歡迎諸位大德 加入慈悲的行列 讓慈悲的陽光 照亮社會的每一個角落 暖化每一個眾生的心 庫持帳號 50416116 50416116 庫名海淘慈悲基金會 大家好 我是蘇嘉賓醫師 居家隔離與居家檢疫的對象不同 接觸過確診個案的民眾 會進行居家隔離 所有從國外入境者 都需要居家檢疫 民眾於居家隔離與檢疫期間 都必須遵守以下原則 1.留在家中或住宿地點 不可外出 也不能搭乘大眾交通工具 2.每天記錄體溫和身體狀況 3.建議有獨立空間 避免與他人近距離互動 4.隔離檢疫者和家人都要勤洗手 避免觸碰口鼻 若有公共設備 須每日以漂白水消毒3次 最後再次呼籲大家 千萬不要跑跑照 一旦亂跑 不但會收到告警簡訊 最高還會被罰款100萬元喔 請進佛法通斟發席 生命電影史 與您一同開窗 光明自在的人生 千萬不要跑 接下來請收看 海淘法師救護眾生講座 海淘法師救護神 在酒精放上 海淺法師救護神 夕軍 海淘法師救護神 承尋 海淘法師救護神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大家请跟我合战 那么本师释迦摩尼佛 那么本师释迦摩尼佛 那么药师琉璃光如来 那么药师琉璃光如来 那么阿弥陀佛 那么大悲观世音菩萨 那么大悲观世音菩萨 那么大愿地藏王菩萨 那么大愿地